别的也长 行 带着了 这个海星正在握啥 给你们看一下 整整整了一个五角星出来 它太牛了 像这样的海星也得一年多了 才能长这么大颗 这是它的处虚有名 一碰都开始爬了 它这么大的吧 先带着吧 很漂亮 关键它这个硬件特别好看 比人画的那完美多了 行 带走了 这是我捡到第20个 躲在海螺里面的包装鱼 出来了 哎呀 还不舍得 还不舍得 还不舍得出来这个 哎天呐 哎呦 哈哈 我的天呐 它喷这个墨汁等这么长 看 都拉分了都 来吧 别吵了 像这样的迷你包装鱼 会压过个蛋炒饭 特别好吃 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牙齿拿出来 这个黑黑的就是它的牙齿了 又属于抠就下来 行 这就不表演了 回家请过哨游了 来 把你的窝也带上 走了 像这样的就是毛鸽 出来吧 如果说挖块的话 它直接把舌头都咬住了 这种属于小的了 纪念当年的毛鸽 哎 这个海鸽刚刚被浪子打出来 看下个头大鸽 就这么点吗 哈哈 我还以为特别大呢 花露了一点头发 剩下的肉都在里边 来 出来吧 像这么点的海鸽 它那个肉也特别长 看 也得二十多公分 行吧 大小也吃块肉 回家也可以做个汤啥呢 哎 漂亮 这地方就是它墨沙的地方 把头露出来 抓那些小鱼小鸡 行 带着了 好了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阿强 喜欢赶海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